2月1號 那為什麼我需要知道下個月的期指日呢 因為我要知道本月的結束日 那本月的結束日就是下個月再減一天 不就得到到底... 因為有28天、29天、30、31 那到底是幾天 那你可以根據下個月 下個月的什麼呢? day 就是後面有沒有年月日 年月日的日的部分 減1就好了 所以我就知道到底我們這個月有幾天的 那怎麼做? 特別是要在這邊插入函數 那特別注意呢 接下來在全部裡面打一個d 那那個函數叫做day day 因為剛剛day是年月日 那本月結束我只要日的部分就好了 所以請你選擇day按確定之後的話 然後呢請你怎麼樣呢? 把這個日期給他 L2 這日期怎麼樣呢? 減什麼呢? 減1 減1之後呢你會發現 他L2本來 L2多少? 本來是1對不對? 因為他是2月1號 如果你把他減1的話呢 他就會跳到哪一天呢? 跳到1月的31 2003的1月3 那可是我外面有包一個什麼? 包一個day的函數 所以呢他只會得到31 那31呢就會得到之後的話 我就知道說 1月份有31天了 對不對? 那31天到時候呢 你放進萬年曆之後的話 那就會剛剛好是31天 可是呢接下來 在最後第四個問題說 那我應該喔 本月的起始日 應該是放禮拜幾? 禮拜幾? 禮拜一還是禮拜二還是禮拜三? 所以呢我就必須再利用下一個函數 叫weekday 就是這個日期是禮拜幾 那禮拜幾的話 你可以插入函數裡面呢 再全部找一個weekday 打一個w